管家 管家 新人的船已经到风桥了 快 快去我们老爷夫人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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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贵荣华 万万年 小子们都要赢了 富贵荣华万万年 恭喜 富贵荣华万万年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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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 坐坐坐 老爷 门口啊 来了这么几个乞丐 好像有种麻烦呢 他们几个人 六个 六个乞丐 怕他什么 还能翻了天呢 怕只怕来者不善哪 你叫家丁 哪家伙给我戒备着 你自己再去准备些 残酸银粮打把他们走 这大好的日子 别叫他们给搅黄了 给个小钱 给条火路吧 老爷 老爷 给个小钱 给条火路吧 谢谢老爷 老爷长命百岁 你抬起头来 跟我说句话 谢谢老爷 你是否通体酸痛 心胸问洁 特别是双肩后背 痛不可当 双臂仗麻抬不起来 你怎么知道 我听你说话气节阴短 关你面色青黄无血 必然是夜寒入骨 当然会有这些症状 您老说得对 您是神医吧 您帮帮我吧 我既然看见了 自然不会不管 新人下船喽 新人上船喽 新人上舆喽 新人上舆喽 你抬起双臂试试 不疼了 真的不疼了 不疼就好 你没事吧 神医 我家里还有老娘孩子 和我一模一样的病症 求神医帮一把 救救他们吧 老娘孩子在哪 前面不远 过三条街拐过去 再过一座桥 插一条小巷就到了 听起来也不近呢 求神医发发慈悲 老娘病痛 已经不能行走了 神医 领路 落叫 新人下叫 慢 后边 大伙在这 辛辛苦苦等了半天 怎么着 也得让大伙 瞧瞧新娘子 都长什么模样吧 弟兄们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啊 让开啊 嗯 慢着慢着慢着 这位大哥 属我眼拙 不知各位是 哪路神仙下凡 多有得罪 多有得罪 这里有十两银子 就算是我给诸位赔罪了 今天呐 我们不要银子 你们要 要人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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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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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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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点 给我打 快打 兄弟们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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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点 撤 走 我还疼吗 我疼了 神医 活菩萨啊 是啊 我开这帮 你要马上给你老母孩子 抓来煎煮 切不可耽搁盐 神医刚刚治我 拔针就没事了 为什么同样的病症 我的母亲孩儿 却要开这么多的药呢 同样是风寒轻骨 因为你们三人年龄不同 体质不一 结果也不一样 你呢 身强体贱 拔除寒毒 极无大碍 你母年高体弱 精血溃节 若不立即培养故本 则大病 避治 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不可救了 你子年幼 六脉根钱 若不用药拔根去造 我恐将来时时复发 耽搁一生啊 神医说得是 诊费一人一钱文银 或铜钱一贯 神医 我一个药贩呢 哪有那些钱给您呢 没钱给我 那药方又怎么办 不瞒神医 药 我是肯定抓不起的 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行医天下 从不多取一分 也不少取一文 你的诊费 是应该付的 神医 我确实没有啊 那你有多少 我只有五文钱 这样 今天咱们接上偶遇 我也不算正式出诊 我给你 打个两折 再加个折上折 五文够了 你不是乞丐吗 是啊 怎么了 那既是乞丐 为什么不行起呢 行起 现在 老爷行情好 给个小钱 给条活路吧 这是我舍你的 与一道无关 这 老人孩子不可单可 速速抓药救治 剩下的钱买床被褥 窃窃不可再受风寒 哎呦 神医师父 红色大好人呐 是 谢谢神医了 神医老爷 小人祝您长命百岁 祝您长命百岁 长命百岁 小哥 我这病到底要不要紧啊 请不要说话 请叫我大夫 小哥大夫 你都摸了我好半天了 这到底要不要紧吗 这不是摸 这是大脉 请叫我大夫 大 叶大夫在家吧 师弟 开门 叶大夫 快 叶天使 快救人呢 叶天使 叶天使 家师受有人之托 出城看病 目前尚未归来啊 那可怎么办呢 这一个个伤得都不轻啊 哎 不必惊惑 我张南身为叶天使首席弟子 也绝非浪得虚名啊 我张南身为叶天使首席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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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张南身为叶天使首席 晕晕 好了 这个人的骨头接上了 他 他 他没事了 只是急痛功心 突发昏厥过去了 师兄师弟 这就交给你了 下一个 就你吧 我不要 我不要 兄弟 你不要怕 我张楠身为叶天氏首席弟子 绝非浪得虚名 是什么 我们害怕 师父 师父回来了 这怎么了 光天化日之下 在城里抢人勒索 我善家世代忠良 不想遭此 齐齿大辱 过的人 一定要为小民做主啊 这个崔妻啊 这贼行踪不定 官府也抓到好几年了 可怜我长子 远在京师 行了 老爷子 你们家老大呀 官籍大我一品 又是金官 这事我没忘 那就好 那就好 全靠郭大人做主 好 禀报郭大人 出事了 一伙歹徒 各持凶器 强闯城门 守成兵士 不及守卫 放虎归山 大人料事如神啊 料言如此啊 大人 守城士兵 虽没来得及阻拦 但城上建楼 却射了两件 其中一件 正好射中 骑马的匪首 翠奇被射死吧 射中是肯定射中了 他都掉下马来了 但是很快被歹徒扛走 不知道是死是活 是 那一定是活了 这些盗匪啊 个个都耐活得很啊 来人哪 请叶天室来给我看脑袋 大人脑袋并无损伤 不是 不是 怎么了 叫一半 吓唬谁呢 不疼 干壶疼就不疼了 神了 真神了 张楠 给他打上小家板 伤筋肚骨一百天 他呢和那个接了骨的 要先躺上一个月 然后呢再送来让我看看 是 明白了 这几个 这几个不碍事的 都是外伤 都已经包扎好了 在家休养几天就没事了 先生 夫人有事 问您忙完没有啊 完了 完了 多谢 多谢叶先生 不客气 我告辞了 诊费由我图代收 多谢 多谢 好 走 玉娘 小点声 孩子刚睡着 饿死了 快吃饭吧 就知道你没吃饭 哪个知我者 夫人爷 别急 您慢点吃啊 对了 夫人找我何事啊 没别的事 就是叫你吃饭 师父 苏中府前师爷求见 叶大夫 哪儿不舒服 不是我 是府尊光大人 请你过府一趟 要你务必去诊治一下 务必 张楠 你前天不是去看过吗 没开方子啊 你的高徒开了方子 郭大人也服了药 两天了 还是不加好 你是怎么下的药 郭大人是阴血不足 心计失眠 须凡神痞 徒弟用的是天王补心丹 这小徒开的方子 没有不当之处 滋阴养血 补心安神 不是一天的功夫 就能见效的 府尊大人已经十来天 夜不能寐了 今天愈发严重 头疼得厉害啊 这个病啊 其实无需我上门诊治 需要 很需要 府尊大人说 如果一个时辰 你不到的话 他的脑袋就会炸开了 那是不可能的 你没听我把话说完呢 他说但是 在他脑袋炸了之前 先把我脑袋敲碎了 神医出手果然不同凡响啊 这头说不疼就不疼了 郭大人头痛失眠 以前的药可以继续服务 大人一定听说过 心病需要新药制 除了服药之外 更重要的是静心养神哪 我哪能静下来啊 光天化日之下 土匪能把新娘子 抢出苏州城 如此猖狂 皇上马上要来江南 万一再出事经了驾 这郭大人头上的顶带 可就悬了 顶带 恐怕这项上人头都保不住喽 叶先生 你说我能静下来吗 叶先生 您还是帮我想一个万全之策 最好能让我睡得安稳一些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药方啊 药方倒是有一个 只是这药不好找啊 那你说说看 这种药难道我们江南不产吗 飞业 我来时看见府衙前院就有两棵 我不明白 不知大人听没听过响痘一说 院中的槐树上长有槐角 角中有痘 夜间暴响者为响痘 一棵槐树上仅有一粒响痘 就一粒 对 找到两粒响痘和两片碍叶同时泡酒 睡前伏下定能安然入睡 那怎么分辨响痘啊 大人可把这两棵树的怀夹全部摘下 分装成一个个小包夜饮为枕 大人夜间入睡时 须周围安静平稳躺好 静静听枕中之动静 无声音者气去 第二晚再换一小包 如是换枕 必有一枕有响声 再将这一包分成若干小包 听到小声再分成小包 最后仅存两粒 再分枕枝 择得想痘 这么麻烦哪 那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我看大人还是再耐烦一些 这想痘是最灵验了 老贤 但是找这颗想痘 万万不能请别人代劳 只能由大人自己来听才行 一晚上听痘 我岂不是更睡不好了 叶天使你可别骗我 你信我就是 老爷 老爷 进来 老爷 这是刚刚发现 插在大门上的 三万两百亿 随即说了 再给三天时间 到时候如果再不熟人 他们就把新娘子的棺材 给送回来 爹 娘 快想办法呀 想什么办法呀 一个女人在土匪窝里 待这么长时间 还是新娘子吗 这种女人你还能要吗 老爷 您的意思是 喜事办完了 接着就办丧事 棺材一到 咱们风风光光的发送她 叫豆湾 叫豆湾 别再渣了 前些天啊 我碰到个乞丐 他们一家人呢 受了夜寒关节肿痛 我给他们扎针治疗 开了几副药 虽然说只是一些 恶骄身片之类的常用药 可他们毕竟是乞丐 几副药开销对他来说 也承受不起 我就想看看是不是 可以仅用扎针的方法 就解决问题 找到方法了吗 难哪 你是神医 你不行 肯定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是不是神医 我自己清楚 别人夸我 那是因为我恪守医道 绝不妄为欺诈而已 乞丐食不果腹 衣不遮体的 受点夜寒 那是家常便饭的事 你是个医生 只能治病救人 普及众生的事 你是做不到的 夫人所言极是 我这一生一世 胆求无归一心就好了 师父 师娘 无限乡下来了两个年轻人 说他爹病重 非要见您出诊不可 你们是怎么说的 师哥说天太晚了 要不明早 要不就师哥去一趟 知道了 听这哭声 必然是生死一现 我得去 等等 晚上天凉 都穿件衣服 好 早点睡宝 不要等我 走 好了 好了 放心 我去 一样能够把你爹的病 给治好 我是叶先生的首席弟子 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你和我一块去 师父 您怎么起来了 叶先生 救救我爹 叶先生 你们带路 咱们这就出发 救救我爹 谢谢叶先生 谢谢 叶先生 谢谢 叶先生 走 杀鸡烟用宰牛刀啊 你说谁是鸡 我是说乡下蚊虫多 多带点鸡骨草 师哥 鸡骨草与蚊虫钉鸟 有什么效果呀 效果多了呢 你闭嘴回去吃掉去 叶先生 这边请 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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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要出诊的 是啊 这么晚是为了 郭大人的想斗吧 是啊 郭大人睡了三个晚上 急了 你说怎么办呢 那郭大人现在睡眠如何 奇怪 想斗没找到 但是郭大人倒是能睡个好觉 嗯 这就对了 让郭大人耐心找找想斗 躺下来之后别想别的事 心静下来 就会听见响声的 哦 叶先生的意思是 想斗找不找到没关系 郭大人能睡好觉就行 对不对 让郭大人接着细心找 咱们走 是 叶先生 叶先生 您告诉我到底有没有想到啊 二位先生 醒醒了 到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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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上了贼船了 胡说 真的 你 你看那些人 怕什么 贼人要的无非是才与色 咱们既没钱又没色 你担心什么 前方山道崎岖 还请先生上马 你这个爹 他不是亲的吧 不瞒先生 他比亲爹还重要 反请先生快点 那 那个 那个 马呢 我的马呢 艾虚就走 把艾虚滚 这 我与师父同生共死 他这似乎在戏耍本官呐 啊 叶天氏的意思是 只要静心找 就能睡好觉 什么响斗 一片鬼话 他现在不定在哪儿偷偷笑我呐 大人请息怒 叶天氏这法 说不定是个偏方呢 你想啊 你每天晚上静静的找 找着找着 你不就睡着了吗 那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出来 把我当成小孩子了 敢戏耍朝廷命官 好大胆子 一开始说出来 恐怕就不灵了 屁话 你帮谁说话呢 这 师父 叶先生 多有得罪啊 用这种方法 把叶先生骗上山 实在是迫不得已 请先生不要生气啊 你这兴师动众的 让我来找我这穷医生 干什么 我们大哥快不行了 请先生大发慈悲 救救他 你们是干什么的 江湖上说我们是好汉 官府那儿管我们叫土匪 先生快请吧 前些天在苏州城 抢人家新娘子 是你们干的吧 是 抢人家新娘子 还自争好汉 先生教训的是 可我手下的兄弟 连新娘子一根毫毛都没碰过 只要善明人那个老杂毛 把银子给我送来 我们立马连人带花轿 给他送回去 叶先生 您来了 我大哥的命就有救了 我不是神仙 岂能救命 病 如果有救自然能救得过来 治不了我大哥的命 先生恐怕也难逃脱啊 我饿了 我要吃早饭 来人 在 给叶先生准备早饭 是 何人如此身影 我大哥 三天了一直这样 快 此人已经毒气攻心命败须余 bury 他们可以 不 破 看看 哪 Им verme 净水开水叶芽点 梅花刀火盆 你还愣着 速速准备干净凉水开水火盆备用 快 快去准备 是 先生 我大哥有救吗 还不知道 我用郑敏丸护住他心脉不散 用五针暂时封住他体内毒气弥散 若要晚些 连神仙也救他不了 晚些 来 师兄 你师父他们还没回来呢 没有 我也在等他们呢 尚服管家多来两次了 请先生回诊哪 可别出什么事才好 别碰 好 师父 是什么毒啊 叶先生 师父 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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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白酒吗 别跪着 赶快拿白酒去 好好好 快快快 吃吃吃 师父 你干嘛不让我吸啊 你这样 我怎么跟师娘交代啊 白酒来了 让你吸 我怎么知道什么毒 我怎么开方子 快 嘴麻 开方子 好 好 京阶五千 黄辣五千 鱼镖五千 哀咽两片 好饿啊 师父 好饿是什么药材啊 什么药材 我说我肚子饿 我早上没吃早饭 好 好 好 起来都起来 我又不是土地 以后少干点坏事 少遭点报应 比什么都强 走 老板 我说 我还想去 小伙子 你女士们 可能是柯阳 就是柯阳 不是吗 是在催庄吗 听得真正切切 都三天了 这 先生 先生 刚打的太湖食鱼 您尝尝 早饭 我喜欢吃一些青州小菜 那那晚上招待您多寒碜 老大醒来 还不把我们废了 您就吃吧 张南 你去看看洞外竹林 有无倾损 跑几个来竹竹 总比老吃这些强 好 我说 不许乱跑啊 出了事你师父顶着 你放心 放心 这回老大有救了 是不是 我说 我还不想说 我还不想说 用不着了 先生 这是什么意思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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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啊 师傅 快 那个女孩快不行了 别跑 别跑 站住 别动 怎么回事啊 这小子死痛那个女的 师傅 那女的不行了 快救命啊 是什么人 叶先生 此事与您无关 您还是别蹬这趟浑水了 治病救人医治大道 你大哥是人 那女子就不是人吗 师傅 要不要施针啊 不用 她是饿的 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给她饭吃 二哥 我们每顿饭都送 可这姑娘死活是一口不吃啊 有没有红糖 有有有 给她冲一碗红糖水 另外 把她搬到洞里去 你看这是人住的地方吗 是是是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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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他 他 大哥怎么了 他 他醒了 好 走 走 你是说 叶天室有好几天销声匿迹了 是 说是出远门去了 给土匪治病去了 这个 小人不敢乱讲 老爷 那天晚上是有一条小船 把叶天室接走了 我亲眼见的 这个叶天室有意思啊 我三番两次的请她 她都不肯来 土匪一条龙一接她 她就去了 有意思 你说 她是不是不给我面子啊 这个 小明更不敢乱说了 脉象已稳 稍作条理极无大碍 只是这次建读已流散心脉 年纪越大 越不够操劳过度啊 过度操劳会怎样 就如刮骨的关云长 旧创复发 吐血暴亡 我一江湖草莽 岂敢和关二爷相提并论 受交了 大恩不言谢 我这条命是先生给的 我崔某不是治恩不报的人 二弟 这点意思请先生一定受下 我治病只收诊金从不收礼 人人皆知 张岚 先生是不是觉得这钱不干净 我只收诊金 从不收谢礼 你是瞧不起我们是土匪吧 说实话 我是瞧不起土匪 但是 这与我收诊金多少无关 我叶天市行仪天下 讲的是一个道字 好一个道字 我们江湖中人刀头填血 也讲一个道字 正所谓道义有道 此道非彼道 先生一定要让崔七倩先生一个人情了 你是真的想报答我 废话 即使如此 那我就要带走一个人 什么人 四美姑娘 你吃一个吧 一会儿咱们就到家了 家 我的家在哪儿啊 怎么 姑娘把家在哪儿都给忘了 我父母死得早 是后娘把我养大的 在他眼里 我从来就是个没用的奴婢 那个家 我肯定是回不去了 你是新娘子 你还有夫家呢 你的新郎官 肯定会骑着高的大马来接你的 他们会吗 整整七天了 若不是先生搭救 我早就死在那个土匪窝里了 也许是别有隐情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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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楠回来了 张楠回来了 人在哪儿呢 人呢 你快点去 先生 把马车给偷好 先生在哪儿呢 张楠先生呢 师娘 师娘先不要着急 师父已经回来了 现在正在盘门客栈休息呢 让我回来先通报一声 师兄 快去接他吧 快去快去 这么多天没有消息 出什么事了呀 师娘 这事说来就话长了 我还得先去趟膳府 回头再说 你这一回来就要去膳府 做什么呀 我们带回一个姑娘叫四美 师父让我告诉她夫家一声 姑娘 四美 这 姑娘说她不饿 不吃了 师父 你怎么去这么久 怎么了 善家不肯来接人哪 你没问为什么 人家说啊 已经把四美姑娘 作为贞洁猎女 承报给知府大人了 正准备给她修贞洁牌坊呢 是我们坏了人家的好事啊 夫人 你叫我 你看着少爷 我亲自去接老爷 自眉姐长那么漂亮 他们不要 还怕没人喜欢啊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那个善老爷还说 即便是四美回来了 他们也当她死了 既不让她进门 也不修她 看她以后怎么活 好很多啊 为父不仁 他们还算是人吗 师父 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 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这事到如今 先安顿下来 咱们再从长计议 景儿 此美姑娘 盛南 快 截上面 好好 截上面 四美姑娘 快 压她双腿 先生 你不该救我 四妹姑娘啊 四妹姑娘 你可不我们给吓坏了 四妹姑娘 万万不可再寻短剑了 这善家既不要他 也不休他 这是明摆着 要四妹去死啊 您 我有个远房表嫂 手挂多年 身边正缺个 作伴说话的人 他家也是中上人家 不会委屈他的 好 好 真的好吗 你这话问得怪怪的 你怎么了 但愿我是多心了 你看 刚才从墙外扔到院里的 这是谢礼 这事一定是一条龙崔妻他们干的 不会是别人 这怎么办呢 这东西 无论如何不能收啊 当然 可又不能退回去 不如扔了 不好 还是交到官府里去吧 你不怕人家说你通匪啊 通匪 对呀 我明明没通 我怕什么 你说这是一条龙送给叶天使的 没错 大人请看 好 好啊 人赃俱在 我看你叶天使还有什么话说 大人 他把这东西送过来 自然是自诩清白 不见得 也许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心虚了吧 你去 把叶天使请到衙门来 我要会会他 开门 叶天使拜见知府大人 叶先生比卧龙先生还难请啊 对了 郭大人近来睡得可好啊 你那个响刀还真见笑 想必郭大人找到响刀了 叶先生把我当成小孩子了 连我都敢糊弄了 一道之本呢 是治病救命的 至于手段是千变万化 银针汤药是治病 攻心解忧 一样也是治病 叶天使 你这是戏弄朝廷命官 是要坐牢的 医者的眼中 众生皆血肉之躯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老人孩子 男人女人 好人坏人 都是我叶天使的病 强盗土匪也是你的病人 你也给他治 朝廷没有把他脑袋 砍下来之前呢 我都会治 这房子是叶先生开的吧 正是 叶先生应该知道 通匪在大清律里 是什么罪啊 天使只读医学和圣贤的书 至于律条嘛 律条是郭大人您的事 你 你这是蔑视朝廷律法 天使本本纷纷做人 只知道看病救人 人证物证俱在 你难逃通匪之罪 郭大人 我回去之后呢 把给崔奇看病的事情 写清楚 明天呈给郭大人 是 免得郭大人惦记 告辞 告辞 不用 好 杜凡老叶先生 跑来跑去 升堂 回物 去 小二哥 乱叫 下官公允致大人 郭大人请急 免礼免礼 各位请自便吧 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吧 我和郭大人有话要说 大人 请 请 请 我这次来得突然 郭大人不要见怪啊 我是为一个人来的 什么人哪 叶天氏啊 叶天氏 他的案子又押到南京去审 镊子衙门的人怎么没来啊 你把他关进大牢了 对啊 他通匪 人赃俱灾 我听说 叶天氏以想斗之法 治好了你的失眠症 可有此事啊 你的病治好了 是不是反而觉得 受了他的戏弄 感到没有面子 当年曹孟德 把话陀关进了大狱 郭大人 是要效法曹操吗 没没没 这可是 有为你 一贯的做人之道啊 叶天氏 是个出了名的遗痴 他除了医道 其他的是遗窍不通啊 郭大人 你和一个痴人叫什么痴啊 郭大人 当年我带叶天氏 进京给皇上看病 先帝 让他进太医院 而这叶天氏 竟敢抗旨不遵 郭大人 想想看 这抗旨不遵 是个什么罪名啊 可连皇上 都不跟他较真啊 先帝 先帝有所旨意 叶天氏 是大清朝的一个宝 让我一定要细心地关照 郭大人 你就是这么 给我关照叶天氏的吗 下官该死 下官过于忠于之手 不按便通之道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啦 皇上已到江宁 龙体欠安 要叶天氏 马上赶到江宁 伺候皇上 我立刻把他放出来 叶天氏 是个想官就官 想放就放的人吗 那怎么办呢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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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药膏来 师傅 没有药膏了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回去拿 我认为这恐怕不行吧 怎么不行 师傅 来人哪 来人哪 来人 叶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 赶紧把门打开 我回去拿个药 先生 这可不行啊 怎么不行 你们就不怕这里闹瘟疫啊 我可告诉你 我拿的药不多 赶紧把门打开 先生 您老可别为恼我们了 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放您出去啊 可 可现在这都这样了 先生 先生 您老别嚷嚷 就当是心疼我们 这不是心疼的事情 人命关天 这几个人再不用药 就来不及了 四美姑娘 叶先生 张大哥 你们吃苦了 没吃苦 你看 我们正忙着呢 你还好吗 张楠 把这人放平 不能这么躺着 先生叫你呢 叶先生 张大哥 什么都不让带 这是我偷偷塞在怀里 带进来的 谢谢你 还记得我爱吃橘子 我怎么会不记得呢 张大哥 您和叶先生 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我 这可是好东西啊 连皮带肉都可以入药啊 师傅 这 姑娘快走 支部大人来了 哦 回志太大人 府太大人 叶天赤来了 带上来 是 志太大人 我是不是回避一下 也好 跪下 叶先生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对了 我这案子是不是闹大了 还要支台大人亲自来审问呀 不是 不是 我是来接你出去的 不不 我不能出去 为什么 我这是第一次进监狱 我是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里面如此龌龊 不 你们啊 你们哪 都是围观的 你们就不怕这监狱里闹瘟疫啊 哎呀 监狱的事儿 咱们回头再说 你现在 必须马上跟我去江宁 我去江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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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便说 出去了 我自然会告诉你 不说算了 我也不感兴趣 我不去 还是出去吧 这里啊 我会找几个郎中来看的 我说了 不去 不去 来啊 请叶夫人 爹爹 还是你弟来 快 快 小民夜天至善叩见皇后娘娘 起来吧 一路上辛苦了 谢娘娘 皇上犯了瘧疾 高热不退 叶先生 你一定要想个办法 救治皇上 皇后娘娘 我能不能看看皇上 吃了什么药 石太医 把你们的方子 给叶先生看 这 皇后娘娘 学生能否看看 皇上的脉象 带叶先生去东暖阁 回皇后 皇上的确是犯了瘧疾 又外感风寒 太医院确诊无误 开的方子也很确当 既然这样 那皇上 为什么高烧不退啊 方子没错 只是用药太平和 娘娘 皇上酒热不退 龙体虚弱 万万不可用猛药降热 娘娘留意啊 叶先生 想必还有什么办法 学生的办法 倒也很简单 你说 只要这药能找到 学生想见娘娘身上 一样东西 叶天使 你大胆 叶先生 慎言 别管他 让他讲 学生鲁猛 请娘娘体谅学生 一时急不择言 学生见娘娘手上的镯子 是极品犀牛角的 想请娘娘借学生一用 这还是老太后 当年赏给我的 来 拿去吧 谢娘娘 谢娘娘 她 她 别管她 烦请公公 给我拿个茶杯来 别管她 好 我 你 你 去 你 去 我 你 你 太张狂了 竟然皇上扶墨枝 这 叶先生 还有其他的法子吗 娘娘 皇上高烧数日 不马上退烧 就来不及了 娘娘 这万万不可呀 千万不要听叶天使胡言啊 这墨汁不喝 你们还有什么 更好的办法吗 这 这个 把这碗墨汁 给皇上服用吧 娘娘万万不可呀 娘娘圣明 娘娘圣明 叶先生 要是按照你的法子办了 皇上能退热 你立一功 要是不能退热 让皇上喝了这碗墨汁 无论是你还是我 都担着对皇上大不敬的罪名 这你明白吗 学生没有想过 学生只知道皇上病情紧急 断不可又丝毫耽搁 此时要按一里食药 其他的事 学生不懂 叶先生 你听明白了吗 我的意思是 这墨汁退热 你到底有多大的把握 娘娘 膝脚退热有奇效 一家都清楚 如果加上上等的挥墨为辅 药力会大增 学生行医以来屡试不爽 莫知一是良药 怎么皇上服用就是大不敬呢 难道就是因为他黑吗 学生实在是不明白 娘娘 皇上又运过去了 快 快送过去 喳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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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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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我马上就睡 何 何睡啊 你看天边都亮了 我 我 娘娘娘娘 皇上 皇上又发热了 皇上这次热得比上次更厉害 太医院这帮御医 谁也不肯拿个准主意 燕大人 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那燕天室呢 派人去船了 怎么到现在还不来 灰娘娘娘 燕天室找不到 怎么会找不到呢 能找的地方全都找遍了 宫门市委说燕天室天一亮就来了 然后又出宫走了 出宫了 到宫外去找 别站着 你们都去 这儿 快去 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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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叶先生 叶先生 你在哪儿啊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呢 你在哪儿啊 叶天室叩见娘娘 叶先生 皇上又发热了 这次更厉害 学生知道 学生马上给皇上服药 快起来吧 凡姐公公给我拿一个药杵 再去找一支碗和一块白布 快去快去 知道 叶天室 你这是什么药啊 这是青蒿 洗干净的青蒿 我们已经给皇上服了青蒿熬甲汤了 没有用的 我要请皇上服用青蒿的先知 你那个青蒿熬甲汤里 只有两千青蒿 再煎上半个时辰 那药力啊 一去了十之八九 当然是没有用的 这 这茶变医书 也找不到单用青蒿熬先知的 我说大人哪 要是看看医书就能治病的话 那么能识字的人 他都能当医生了 可是 别吵了 都什么时候了 叶天室 快去给皇上用药吧 是 娘娘圣明 快给皇上服用吧 是 女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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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天使 皇上怎么还不退热 请娘娘不要着急 再等一等 你不是说这要管用吗 娘娘再等等 再等等 还要等多久 再等 再等半个时辰吧 好 我就再等半个时辰 要是还不见孝 哼 再等半个时辰吧 好 我就再等半个时辰 不会好的 不会好的 娘娘 娘娘 说 皇上醒了 醒了 皇上有旨 传夜天使觐见 叶先生 叶先生 你倒好啊 一睡就是两天两夜 可把我急死了 袁长公 你要是下次再给我找这么个差事 我这条小命 就交代在您手里了 对了 皇上的烧退了吧 皇上大安了 要传你觐见哪 先生治病 竭尽全力 不畏生死之险 我等因为功名利禄 展前顾后 与先生相比 惭愧啊 也难为你们了 做太医啊 整天是前怕狼 后怕虎的 小明夜天使寄善 叩见皇上 平身吧 谢皇上 听说皇上龙体大安 我这颗心 我这颗心也就放下了 今天风和日丽 朕是舒服多了 叶天使妙手回春 也算有功 朕是有赏赐的 不过 你是个山野散弹之人 朕也不能赏你鼎带花灵 来 谢皇上厚恩 此次皇上龙体大安 实是因为皇上 盛德迎天地 自能欲难成响 学生实在不敢贪天之功 皇上如此重赏学生 学生实在 实在是 叶天使 你要说什么呀 你让他说 学生自行医以来 只收诊金 从不接受病人的任何馈赐 无一例外 这次来南京的诊金 尹大人 已经付给我了 所以 怎么 连朕的赏赐都不接受吗 叶天使你大胆 还不磕头请罪 头一定磕 话要先说完 学生行医三十余载 身知医道通于天道 医者有歌谷之心 而不可有丝毫异己之内 这医术乃济世之术 医者关乎千万人之性命 人命关天 若把医术当成求名求利之术 则无异于盗匪 学生深知 医术万不可和钱财扯在一起 只有无私无我 医术方可圆荣如意 医道方可为正道 还望皇上能体谅学生求全之心 成全学生 成全学生这颗意愿 皇上 皇上 叶天使确实是个愚昧矫情之人 但免他对皇上一变忠心 还望体谅 尹元长 你也不必帮他讲情 朕不生气 敢于拒绝朕的赏赐 叶天使算是第一人 但朕不明白的是 你叶天使不受朕的赏赐 你不受名利之类 你有歌谷之心 那么朕呢 朕受人之会就不必报答吗 功不必赏过不必罚吗 你把朕置于何地啊 学生该死 学生该死 学生请皇上重重治罪 朕不治你的罪 先帝当年就讲过 要厚待叶天使 朕依然视你为大清国宝 既然你不爱功名利禄 那就回苏州继续当你的 咸云野鹤吧 不过有事召你 你要尽力 平身 谢皇上 皇上 学生只是从紫辛山下 找了一些草药 呈现给皇上 不过尔 不过尔 你救了当今皇帝 居然用不过尔这个词 皇上 其实学生心里 还是有求于皇上的 只是怕皇上 觉得事情太小 不搭理 说来听听 看是多小的一个事件 先生 叶先生 叶先生 先生一路辛苦了 知府大人 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干什么 神医妙手回春 保龙体安康 苏州府官民上下皆深感荣耀 我国言身为苏州知府 你当亲自迎接神医荣归呀 那知府大人 不会怪在下想斗那事了吧 那是本府鲁莽 先生您现在说话是有分量的 想斗的事啊 您千万不要再提了 那好 那既然我说话有分量 那我有事要求你 您说 等队队回来了呀 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好不好啊 爹爹一定会特别开心的 夫人回来了 回来了 拿好啊 先生呢 师父去寺美那儿了 他为什么不先回家 你怎么没跟去啊 师父就不让我去呀 他去寺美那儿干什么 师父没告诉我 张楠 跟我去趟寺美那儿 好 我说我说 叶天师啊 我可郑重提醒你 假传圣旨是杀头灭门的大罪呀 你可千万别拉我下水 你就放心吧 这事皇上亲口对我说 行 这事朕看行 这不算圣旨啊 口语也是圣旨 是 问题是皇上到底说了没有啊 我数到三啊 如果皇上没说 一个惊雷劈死我 一 二 三 你看 没事吧 你这 清天白日哪儿来的雷呀 你就别折腾我了 行了 我叶天师吃而不傻 狂而不忘 你放心吧 来了 那你干嘛非得让我来说呀 你这身行道会比较正式一点 叶先生 这位是 这位啊 是我们苏州最大的官 快到 我倒茶阴客 张楠 快到了吧 快了 前面就是了 停停停停 就这儿 这里怎么了 我刚才忘了告诉您了 师父叫着知府郭大人他们 一块来的 拉他来干什么 夫人也来了 老伯 你来这儿干什么 小人是来送修书的 修书 昨天呀 我们家大少爷 从京城寄来紧急加书 说二少爷娶妻的事 都惊动皇上过问了 让赶紧写修书 这不 今天赶紧把修书就送过来了 这叶先生啊 实在太厉害了 是不是要娜娜女子为妾啊 张楠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看看 我 我 我也去 不行 皇上真的知道我的事 真的呀 我跟皇上说啊 四美姑娘宁可饿死 也不吃强盗一口东西 皇上点了点头 讲了五个字 真烈女子也 四美啊 皇上这么说了 就是还你清白了 以后事情坊间 再不会有人瞧不起你了啊 听叶天氏说你父母早逝 我身为苏州之府百姓的父母官 就算是你的娘家长辈了啊 这事如果你愿意 我就替你定了 可是我这身世恐怕 身世怎么了 你不必多虑 你不必多虑 我呢 自会替你说话的 那 这事愿不愿意全在你自己 你就说吧 好 四美的命是叶先生给的 四美全听叶先生安排 好 好 咱们 就这么定了 恭喜恭喜 叶先生 我这个月老可是做完了 你怎么谢我啊 谢啊 我一定谢你 我还得为你招想斗啊 不说了吗 这人活着怎么这么多不如意的事呢 叶先生 以后我还得仰仗你呀 刘部 咔辞咔辞 多谢了 多谢 请 师父 你怎么在这儿啊 呃 夫人要来 我送她过来 她 她 她人呢 我没有看见她啊 哎哟 那可别出了什么事啊 她可是进去半天了 啊 那 到底怎么了 啊 夫人可能是怀疑你了 刚才我帮见山佛的管家 还说你 要那四美为妾呢 哎呀 你说的这都什么 什么话吗 夫人会去哪里呢 哦 对了 你家门旁边那条岔路通哪儿啊 封桥码头 我知道了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 怎么啊 你 你是真的要给师父做妾啊 你呀 羽木疙瘩 是心萝卜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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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咱们好好说 你这是去哪里吗 我去找帮强盗 把我杀了 你这不是开玩笑 把你杀了 我怎么办 那孩子 孩子怎么办呢 你娘 你们好好过 让四妹 好好照顾我的孩子 你说什么呢 我跟四妹没什么 是没什么 还没娶呢 那有什么 谁说我要娶她了 我怎么可能娶四妹呢 我都听见了 你还骗我 玉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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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快看 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 你不要吓我 你跟我说句话 说句话 你别吓唬我啊 师父 快 快叫你师父 脉象正常 呼吸虽然有些急促 但是脸色还正常 哎呀 到底怎么样嘛 他刚才喊了一声就要倒下了 我身为师父的首席弟子 也绝非浪得虚名 哎呀 你快点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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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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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医术可是越来越高了 哎呦 高什么高 差点 差点把我肋骨戳断了 哎师父 哎呀 我点你天突谈中二学 难道拿捏得不对吗 你既然看我脉相不乱 脸色正常 那你为什么下手这么重啊 哎呦 哎呦 哦 我明白了 他是骗人的 哎呦 一娘 哎呦 一娘 我真的没骗你啊 这先生很熟啊你 哎呦 师娘师娘 我们真的错怪师父了 啊 哎 张楠 多谢师父成全 这 哎呀 哎呀 起来 起来 起来啦 哎呦 哎呦 你 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让我说了吗 哎 夫人 这回你可真冤枉我了 冤枉就冤枉了 大不了向你道歉 我不接受 你真不接受 我当然不接受 来 那我告诉你 哎呀 来呀 我给你 来 来 我 真哪 嗯 哎 我接受 我接受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夫人 夫人受委屈了 哎呀 好了好了 师娘 您跟师父说什么了 让她这么高兴啊 她说 你不原谅我 肚子里的孩子啊 我就不给你生 师娘公 真的呀 恭喜师父 恭喜师父 恭喜师娘了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你是神医叶天士吧 千总大人派我在此等候多时了 怎么样了 太惨了 每天都要死五六个人 最多一天死了十一个 那尸体都埋了 都烧了 你们大人呢 大人操劳过度 每日吐血 你们赶快准备救治 好 我先去看看你们大人 千总大人 叶天士来了 叶神医名阳四海 这里就有劳先生了 在下当尽全力 三十里外刘家村 叶死了七个 我要去坐镇督导 这里就有劳先生了 县城自己保重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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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hammed 驾 驾 车 秦 焉 我 有 geld 黎 姐 εν 没有 叶先生 这个病真的无药可救了吗 也不是 只是 您都来了五天了 这五天又死了十二个人 神医 神医也不过如此 叶先生 您二弟子王世雄派我来禀报 吸狗村已经没有药了 请您发现药过去 我们这也快没有了 昨日张南那边派人来药走一半 我们这里也只够用到明天了 师父 喝药吧 老了 真是不中用了 听说你一天没吃饭 这一忙啊 就给忙忘了 以后不要忘 急弯口子百姓等着你救命呢 大人教训的事 报告大人 河东岗山镇有人散布谣言 趁乱居住抢劫 杀害乡民 被骂 令萧子营随我出征 爭 大人 我听你声音 管你眉宇气色 你病得不轻啊 多谢之交 老毛病了 不可轻视 且不可过度操劳 过度操劳会怎样 气血攻心 吐血报亡 告辞 过度操劳会怎样 如同刮骨的关云肠 旧创复发 吐血报亡 Question 最近只有六十五人 死了二十七人 西口村 治愈二十二人 死十一人 我们这里 治愈六十五人 死了二十九人 关键是旧的疫区 尚未扑灭 新的疫情又纷纷出现 瘟疫不能控制 这是最头疼的问题 带来的药都快用完了 刺泥汤已经配不成了 这都怪我 我来的时候 就应该到天宁寺 去要一些臣戒菜卤 师父 何为臣戒菜卤啊 这是寺院中的一种药 南京天宁寺 常州天宁寺 在明朝时候 就知道把戒菜 长出三四寸的绿毛青梅 用罐子埋到地下 十年之后 就变成臣戒菜卤 现在几个寺院中还在用 现在要有它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不能天天看着死人吧 前总大人 还指着我救几万人的命呢 我愧对苍生啊 师父 你说 我们老家那儿有种病 叫脚长沙 发作起来和这个病很相似 乡下人没钱买药 就用开水 从地里挖出来的黄土喝 有时候还带着土里 挖出来的蚯蚓 等等 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 我怎么就给忘了呢 张仲景呢 金粿要裂上 就有黄土散的方子 正值准神上 也用了黄土散的方子 闻草钢木 就是用蚯蚓入药 也就是地龙嘛 黄土也能入药 此黄土 是为灶中九烤之土 野生扶龙胆 研磨以后做汤 火生土 温不脾胃 脾胃剑 则吐力去矣 好 就用黄土散 明天早上 咱们一起烧黄土 师父 你累了一天了 早些休息吧 哦 对了 你们三人记好了 无论多忙多累 也要记好病案 特别是没有治好的 更要详细记录下 要让后人知道 我们是怎么失败的 是 是 好 好 知道了 叶先生 有个妇人带着两车药材 宠敌一须 说是您的妇人 我妇人 夫君 你 你 你不该来呀 我夫君在这儿 我怎么不该来 来就来吧 多个人手也好 这两车药材 那车是四尼汤的配料 这车是南京天宁寺的和尚 送来的臣妾菜卤 臣妾菜卤 对 真是臣妾菜卤 来得好 来得好啊 夫人 这都是什么呀 这 这能把门也认识啊 这能把门也认识啊 这味儿也太大了 哪都以认识 会把门喝到这呀 这能吃什么味儿啊 这怎么喝呀 这怎么喝呀 拿着 拿着 乡亲们 乡亲们 听我说 请大家呢 用臣戒菜卤 合着黄土散服下 此要有病治病 这怎么喝呀 没病呢 可以防病 叶天室 你是不是没有办法了 你给我们喝的这什么东西呀 能喝吗 就是 这能喝 叶神医啊 现在瘟疫闹得这么厉害 还让我们喝这种发了霉的菜汤 还有这烂泥巴 你会不会看病 会不会看病 就没病 你趁着病怀了 你说这是炸药坊吗 自从你来了之后 我们这里还是照样天天死人 就是 就是 这身边 这也是遥传的 能和服下生计 你会不会看病 你会不会看病 我才不信哪 我要是真病倒了 我才也吃这个东西 对 对 这有东西我不信 不信 大家请听我说 啊 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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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摄寻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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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ir 对 있어요 请大家相信医者之道 诸位相见 如今瘟疫肆虐 我们不相信医者 还能信谁 请一起 请大家相信我们医生 相信医生 谢谢 谢谢 皇上 皇上大喜呀 皇上大喜 皇上大喜呀 皇上 皇上 行了 免礼平身 有什么喜事快说吧 皇上 江阴泥兴的祸乱 被扑灭了 怎么扑灭的 快讲 这回多亏了叶天侍 是啊 他用了什么办法 据说是 用发霉的陈年菜汤 灌黄土 发霉的菜汤 灌黄土 是 八碗陈年 黄土菜汤灌下去 吐完泄脂 人就活了 更妙的是 常人每日 减半服用 就不会染上瘟疫 疑心的老百姓 都说叶天侍 简直就是活菩萨 这个叶天侍 只有他才敢这么干 是啊 皇上 我看你真应该 好好奖赏一下 这个叶天侍 这个叶天侍 真是一代神医 不过他这个人 一介不娶 朕也不知道 该怎么奖赏他了 皇上这四个字 不就是对叶天侍 最好的奖赏吗 哪四个字 皇上 刚才不是赏了叶天侍四个字吗 一代神医 好啊 那就一代神医 一代神医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我就觉得是你 六年前 承蒙先生相救 由蒙先生教诲 随其 带了十几个弟兄 改名换姓去边关头军 操政他们 战死在天江 我捡了条命回来 做了这个官 你是个好官 多谢先生夸奖 随其和先生 如今可是通道中人了吧 我一生恪守一道 不过一鸣良医 你如今舍身为民 已通天道 叶天侍 叶天侍唯有敬仰 去吧 坐吧 走吧 回家了 小心点儿 小心点儿 好 叶天氏的学生们 把他一生行医的经验 写成温热论 林郑指南医案等书 并由此创立了 中国医学的温病学派 又过了若干年 人们从青梅 黄土 蚯蚓中 发现了青梅素 绿梅素 土梅素 从青蒿先知中 提取出抗虐心药 青蒿素 官家 官家 新人的船已经到风桥了 快 快去问问老爷夫人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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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 来来来 来 恭喜 富贵荣华 富贵荣华 万万年了 小子们老爷 富贵荣华 万万年了 恭喜 恭喜 富贵荣华 万万年了 小子们老爷 喝起来啦 富贵荣华 万万年了 帝兄弟们辛苦了 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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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 坐坐坐坐 老爷 门口啊 来了这么几个乞丐 好像要找麻烦呢 他们几个人 六个 六个乞丐 怕他什么 还能翻了天呢 怕是怕来者不善呢 你叫家丁 哪家伙给我戒备着 你自己再去准备些散碎银链 打把他们走 这大好的日子 别叫他们给搅黄了 给个小钱 给条火路吧 老爷 老爷 给个小钱 给条火路吧 谢谢老爷 老爷长命百岁 你抬起头来 跟我说句话 谢谢老爷 你是否通体酸痛 心胸闷洁 特别是双肩后背 痛不可当 双臂杖麻抬不起来呀 你怎么知道 我听你说话 气节阴短 关你面色清黄无血 必然是夜寒入骨 当然会有这些症状 您老说得对 您是神医吧 您帮帮我吧 我既然看见了 自然不会不管 新人下船喽 新人上船喽 新人上船 新人上船 新人上船喽 一模一样的病症 求神医帮一把 救救他们吧 老娘孩子在哪儿 前面不远 过三条街拐过去 再过一座桥 插一条小巷就到了 听起来也不近 求神医发发慈悲 老娘病痛 已经不能行走了 神医 领路 落轿 新人下轿 慢 靠边 大伙在这儿 辛辛苦苦等了半天 怎么着也得让大伙 瞧瞧新娘子 长什么模样吧 弟兄们 你们说是不知啊 是啊 让开啊 慢着慢着慢着 这位大哥 属我眼拙 不知各位是 哪路神仙下凡 多有得罪 多有得罪 这里有十两银子 就算是我给诸位赔罪了 今天呢 我们不要银子 你们要 要人 你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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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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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打 快打 兄弟们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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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点 撤 撤 我还疼吗 我疼了 神医活菩萨啊 是啊 我开这帮 你要马上给你老母孩子抓来肩服务 切不可耽搁延误 神医刚刚治我 拔针就没事了 为什么同样的病症 我的母亲孩儿 却要开这么多的药呢 同样是风寒轻骨 因为你们三人年龄不同 体质不易 结果也不一样 你呢 身强体贱拔除寒毒 极无大碍 你母年高体弱 精血溃节 若不立即培养故本 则大病 避治 那时候 就是不可救了 你子年幼 六脉根浅 若不用药拔根去造 我恐将来实时复发 耽搁一生啊 嗯 神医说的是 枕费一人一钱文银 或铜钱一贯 神医 我一个药犯呢 哪有那些钱给您呢 没钱给我 那药方又怎么办 不瞒神医 药 我是肯定抓不起的 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行医天下 从不多取一分 也不少取一文 你的诊费 是应该付的 神医 我确实没有啊 那你有多少 我只有五文钱 这样 今天咱们接上偶遇 我也不算正式出诊 我给你打个两折 再加个折上折 五文够了 你不是乞丐吗 是啊 怎么了 那济世乞丐 为什么不行起呢 行起 现在 老爷 行行好 给个小钱 给条活路吧 这是我舍你的 与一道无关 这 老人孩子不可耽搁 速速抓药救治 剩下的钱 买床被褥 切切不可再受风寒 是 是 是 谢谢神医了 神医老爷 小人 祝您长命百岁 祝您长命百岁 长命百岁 叶先生 叶先生 多有得罪啊 用这种方法把叶先生骗上山 实在是迫不得已 请先生 请先生不要生气啊 你这兴师动众的让我来找我这穷医生干什么 我们大哥快不行了 请先生大发慈悲救救他 你们是干什么的 江湖上说我们是好汉 官府那儿管我们叫土匪 先生快请吧 前些天在苏州城抢人家新娘子 是你们干的吧 是 抢人家新娘子 还自争好汉 先生教训的是 可我手下的兄弟 连新娘子一根毫毛都没碰过 只要善明人那个老杂毛 把银子给我送来 我们立马连人带花轿 给他送回去 叶先生 您来了 我大哥的命就有救了 我不是神仙 岂能救命 病 如果有救自然能救得过来 治不了我大哥的命 先生恐怕也难逃脱啊 我饿了 我要吃早饭 来人 在 给叶先生准备早饭 是 何人如此身影 我大哥 三天了一直这样的 快 此人已经勇气攻心命带寻了 快 快 证明完 银针 净水开水液牙点 梅花刀火盆 你还愣着 速速准备干净凉水开水火盆备用 快 快去准备 是 先生 我大哥有救吗 还不知道 我用正命丸 护住他心脉不散 用五针暂时封住他体内毒气弥散 若要晚些 连神仙也救他不了 哦 晚些 师兄 你师父他们还没回来呢 没有 我也在等他们呢 尚服管家都来两次了 请先生回诊哪 可别出什么事才好 别碰 毒尖 师父 师父 是什么毒啊 叶先生 师父 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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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白酒吗 别跪着 赶快拿白酒去 好好好 快快快 是是是 师父 你干嘛不让我吸啊 你这样 我怎么跟盛娘交代啊 白酒来了 让你吸 我怎么知道什么毒 我怎么开方子 快 嘴麻 开方子 好 好 京阶五千 黄辣五千 鱼镖五千 哀咽两片 哎呀 好饿啊 师父 好饿是什么药材啊 什么药材 我说我肚子饿 我早上没吃早饭 好 起来都起来 我又不是土地 你也 以后少干点坏事 少遭点报应 比什么都强 走 老板 抓药 叶先生给他方子 抓药好 密尋 很有 возь mint 你们去过了 我们问遍了 就没找到催庄这么个地方 你听清了 那病人家是在催庄吗 听得真真切切 都三天了 先生 先生 刚打的太湖食鱼 您尝尝 早饭我喜欢吃一些青州小菜 那那晚上招待您多寒碜 老大醒来 还不帮我们废了 您就吃吧 张楠 你去看看洞外竹林 有无轻损 跑几个来竹竹 总比老吃这些强 好 我说 不许乱跑啊 出了事你师父顶着 你放心 放心 这回老大有救了 是不是 是呀 汤药可赠福下 今天刚服了最后一副 明天的正大部分人去买呢 不必清 用不着 先生 这是什么意思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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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样啊 师父 快 那个女孩快不行了 别跑 别跑 站住 别动 怎么回事啊 这小子思踪那个女的 师父 那女的不行了 快救命啊 是什么人 叶先生 此事与您无关 您还是别淘这趟浑水了 治病救人医治大道 你大哥是人 那女子就不是人吗 师父 要不要施针 不用 他是饿的 怎么回事 为什么 在槐树上 仅有一粒响豆 就一粒 对 找到两粒响豆 和两片哀叶 同时泡进我 睡前服下 定能安然入睡 那怎么分辨响豆啊 大人可把这两棵树的 槐树全部摘下 分装成一个个小包 夜以为枕 大人夜间入睡时 需周围安静 平稳躺好 静静听枕中之动静 无声音者气去 第二晚再换一小包 如是换枕 必有一枕有响声 再将这一包 分成若干小包 听到响声 再分成小包 最后仅存两粒 再分枕之 则得响豆 这么麻烦哪 那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我看大人还是再耐烦一些 这想豆是最灵验了 老贤 但是找这颗想豆 万万不能请别人代劳 只能由大人自己来听才行 一晚上听豆 我岂不是更睡不好了 叶天使你可别骗我 你信我就是 老爷 老爷 进来 老爷 这是刚刚发现插在大门上的 三万两百亿 最细说了 再给三天时间 到时候如果再不熟人 他们就把新娘子的棺材给送回来 爹 娘 快想办法呀 想什么办法呀 一个女人在土匪窝里 待这么长时间 还是新娘子吗 这种女人你还能要吗 老爷 您的意思是 喜事办完了 接着就办丧事 棺材一到 咱们风风光光的 发送她 别在这儿了 前些天啊 我碰到个乞丐 他们一家人呢 受了夜寒关节肿痛 我给他们扎针治疗 开了几副药 虽然说只是一些 恶骄身片之类的常用药 可他们毕竟是乞丐 哎呀 几副药开销对他来说 也承受不起 我就想看看是不是 可以仅用扎针的方法 就解决问题 找到方法了吗 难哪 你是神医 你不行 肯定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是不是神医 我自己清楚 别人夸我 那是因为我恪守医道 绝不妄为欺诈而已 乞丐食不果腹 衣不遮体的 受点夜寒 那是家常便饭的事 你是个医生 只能治病救人 普及众生的事 你是做不到的 夫人所言极是 我这一生一世 胆求无愧一心就好了 师父 师娘 无限乡下来了两个年轻人 说他爹病重 非要见您出诊不可 你们是怎么说的 师哥说天太晚了 要不明早 要不就师哥去一趟 知道了 听这哭声 必然是生死一现 我得去 等等 晚上天凉 多穿件衣服 好 早点睡饱不要等我 走 好了好了好了 你放心 我去 一样能够把你爹的病 给治好 我是叶先生的首席弟子 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你和我一块去 师父您怎么起来了 叶先生 救救我爹 叶先生 你们带路 咱们这就出发 谢谢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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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杀鸡烟用宰牛刀啊 你说谁是鸡 我是说乡下蚊虫多 多带点鸡骨草 师哥 鸡骨草与蚊虫钉鸟 有什么效果呀 效果多了呢 你闭嘴回去吃掉去 叶先生 这边请 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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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要出诊啊 是啊 这么晚是为了郭大人的想斗吧 是啊 郭大人睡了三个晚上 急了 你说怎么办呢 那郭大人现在睡眠如何 奇怪 想斗没找到 但是郭大人倒是能睡个好觉 这就对了 让郭大人耐心找找想斗 躺下来之后别想别的事 心静下来就会听见响声的 哦 叶先生的意思是想斗找不找到没关系 郭大人能睡好觉就行 对不对 让郭大人接着细心找 咱们走 是 叶先生 叶先生 您告诉我 到底有没有想到啊 你怎么回来啊 二位先生 醒醒了 到了 快 坏了 我看咱们是上了贼船了 胡说 真的 你 你看那些人 怕什么 贼人要的无非是才与色 咱们既没钱又没色 你担心什么 前方山道崎岖 还请先生上马 你这个爹 他不是亲的吧 不瞒先生 他比亲爹还重要 煩你先生快点 那 那个 那个 马呢 我的马呢 爱去就走 把爱去滚 我与师父同生共死 他这似乎在细耍本官哪 叶天是第一次事 只要静心找就能睡好觉 什么想斗 一片鬼话 他现在不定在那偷偷笑我呢 大人请息怒 叶天是日法 说不定是个偏方呢 你想啊 你每天晚上静静地找 找着找着 你不就睡着了吗 那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出来 把我当成小孩子了 敢戏耍朝廷命官 好大胆子 一开始说出来 恐怕就不灵了 好大胆子 屁话 你帮谁说话呢 这 师父 这 小哥 我这病到底要不要紧啊 请不要说话 请叫我大夫 小哥大夫 你都摸了我好半天了 这到底要不要紧吗 这不是摸 这是搭脉 请叫我大夫 大 叶大夫在下吗 师弟 开门 叶大夫 快 叶天是 快救人的叶天是 叶天是 你家师受有人之托 出城看病 目前尚未归来啊 那可怎么办呢 这一个个伤得都不轻啊 不必惊惑 我张南身为叶天是首席弟子 也绝非浪得虚名啊 我张南身为叶天是首席 我张南身为叶天是首席 来人 升堂 原来 好了 这个人的骨头接上了 他 他 他没事了 只是急痛攻心 突发昏厥过去了 师兄师弟 这就交给你了 下一个 就你吧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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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不要怕 我张南身为叶天是首席弟子 绝非浪得虚名 若是这怎么办 师父 师父回来了 这怎么啦 光天化日之下 在城里抢人勒索 我善家世代忠良 不想遭此齐齿大辱 郭大人一定要为小民做主啊 这个崔七呀 这贼行踪不定 官府也抓他好几年了 可怜我长子 远在京师 行了 老爷子 你们家老大呀 官籍大我一品 又是金官 这事我没忘 那就好 那就好 全靠郭大人做主 包 禀报郭大人 出事了 一伙歹徒各持凶器 强闯城门 守成兵士 不及守卫 放虎归山 大人料事如神哪 料言如此啊 大人 守城士兵 虽没来得及阻拦 但城上剑楼 却射了两剑 其中一剑 正好射中骑马的匪首 翠奇被射死了 射中是肯定射中了 他都掉下马来了 但是很快被歹徒扛走 不知道是死是活 是 那一定是活了 这些盗匪啊 个个都耐活得很啊 来人哪 请叶天士来给我看脑袋 大人脑袋病无损伤 不是 怎么了 叫一半吓唬谁呢 不疼 刚好疼就不疼了 神了 真神了 张楠 给他打上小家板 伤筋肚骨一百天 他呢和那个接了骨的 要先躺上一个月 然后呢再送来让我看看 是 明白了 这几个 这几个不碍事的 都是外伤 都已经包扎好了 在家休养几天就没事了 先生 夫人有事 问您忙完没有啊 完了 完了 多谢 多谢叶先生 不客气 我告辞了 诊费由我图代收 多谢 多谢 好 走 玉良 小点声 孩子刚睡着 饿死了 快吃饭吧 好 就知道你没吃饭 没 知我这 夫人也 别急 您慢点吃啊 对了 夫人找我何事啊 没别的事 就是叫你吃饭 师傅 苏中府前师爷求见 叶大夫 叶大夫 哪儿不舒服 不是我 是府尊郭大人 请你过府一趟 要你务必去诊治一下 务必 张楠 你前天不是去看过吗 没开方子啊 你的高途开了方子 郭大人也服了药 两天了 还是不见好 你是怎么下的药 呃 郭大人是 阴血不足 心计失眠 虚凡神痞 徒弟用的是 天王补心丹 这小徒开的方子 没有不当之处啊 滋阴养血 补心安神 不是一天的功夫 就能见效的 否则那人 已经十来天 也不能为了 今天愈发严重 头疼的厉害啊 好 这个病啊 其实无许我上门诊治 需要 副宋大人说 如果一个时辰 你不到的话 他的脑袋就会炸开了 那是不可能的 你没听我把话说完呢 他说但是 在他脑袋炸了之前 先把我脑袋敲碎了 神医出手 果然不同凡响啊 这头说不疼就不疼了 郭大人头痛失眠 以前的药可以继续服务 我哪儿能静下来啊 光天化日之下 土匪能把新娘子 抢出苏州城 如此猖狂 皇上马上要来江南 万一再出世惊了架 这郭大人头上的顶带 可就悬了 顶带 恐怕这项上人头 都保不住喽 叶先生 你说我能静下来吗 叶先生 您还是帮我想一个万全之策 最好能让我睡得安稳一些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药方啊 药方倒是有一个 只是这药不好找啊 那你说说看 这种药难道我们江南不产吗 非也 我来时看见府衙前院 就有两颗 我不明白 不知大人 听没听过想斗一说 院中的槐树上长有槐角 角中有斗 夜间暴降者为想斗 一颗 什么不给他饭吃 二哥 我们每顿饭都送 可这姑娘死活是一口不吃啊 有没有红糖 有有有 给他冲一碗红糖水 另外把他搬到洞里去 你看这是人住在地方吗 是是是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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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他 他 大哥怎么了 他 他醒了 好 走 走 你是说 夜天室有好几天销声匿迹了 是 说是出远门去了 给土匪制兵去了 这个小人不敢乱讲 老爷 那天晚上是有一条小船把夜天室接走了 我亲眼见他 这个夜天室有意思啊 我三番两次的请他 他都不肯来 土匪 土匪一条龙一接他 他就去了 他就去了 有意思 你说他是不是不给我面子啊 这个小明更不敢乱说了 嗯 脉象已稳 稍作条理极无大碍 只是这次建毒已流散心脉 年纪越大 越不可操劳过度啊 过度操劳会怎样 就如刮骨的关云长 旧创复发 吐血暴亡 我一江湖草莽 岂敢和官二爷相提并论 受交了 大恩不言谢 我这条命是先生给的 我崔某不是知恩不报的人 二弟 这点意思 请先生一定收下 我治病 只收诊金 从不收礼 人人皆知 张岚 先生是不是觉得这钱不干净 我只收诊金 从不收谢礼 你是瞧不起我们是土匪吧 说实话我是瞧不起土匪 但是 这与我收诊金多少无关 我叶天是行仪天下 讲的是一个道字 好一个道字 我们江湖中人刀头填血 也讲一个道字 正所谓道义有道 此道非彼道 先生 一定要让崔七倩先生一个人情了 你是真的想报答我 废话 即使如此 那我就要带走一个人 什么人 四美姑娘 你吃一个吧 一会儿咱们就到家了 家 我的家在哪儿啊 怎么 姑娘把家在哪儿都给忘了 我父母死得早 是后娘把我养大的 在他眼里 我从来就是个没用的奴婢 那个家 我肯定是回不去了 你是新娘子 你还有夫家呢 你的新郎官 肯定会骑着高的大马来接你的 他们会吗 整整七天了 若不是先生搭救了 我早就死在那个土匪窝里了 也许是别有隐情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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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男回来了 章男回来了 人在哪儿呢 人呢 你快点去 先生 把马车给偷好 先生在哪儿呢 章男 先生呢 师娘 师娘先不要着急 师父已经回来了 现在正在盘门客栈休息呢 让我回来先通报医生 师兄 快去接他吧 快去快去 这么多天没有消息 出什么事了呀 师娘 这事说来就话长了 我还得先去趟膳府 回头再说 你这一回来就要去膳府 做什么呀 我们带回一个姑娘叫四美 师父让我告诉她副驾一声 姑娘 四美 这 姑娘说她不饿 不吃了 师父 你怎么去这么久 怎么了 善家不肯来接人哪 你没问为什么 人家说啊 已经把四美姑娘作为贞结猎女 承报给知府大人了 正准备给她修贞结牌坊呢 说我们坏了人家的好事啊 娘 夫人 您叫我 你看着少爷 我亲自去接老爷 嗯 四美姐长那么漂亮 他们不要 还怕没人喜欢啊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那个善老爷还说 即便是四美回来了 他们也当她死了 既不让她进门 也不休她 看她以后怎么活 好很多啊 为父不仁 他们还算是人嘛 师父 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 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哪 这事到如今 先安顿下来 咱们再从长计议 四美姑娘 张楠 快 借上面 好好 四美姑娘 快 快 押她双腿 先生 你不该救我 四美姑娘啊 哎呀四美姑娘 你可不我们给吓坏了 四美姑娘 万万不可再寻断剑了 这善家既不要她 也不休她 这是明摆着 要四美去死啊 嗯 我有个远房表嫂 守寡多年 身边正缺个做伴说话的人 她家也是中上人家 不会委屈她的 好 好 真的好吗 你这话问得怪怪的 你怎么了 啊 但愿我是多心了 啊 你看 刚才 从墙外扔到院里的 这是谢礼 这事一定是一条龙崔妻他们干的 不会是别人 这怎么办呢 这东西 无论如何不能收啊 当然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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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